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网路的分享 我来形象在大地震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台湾20年来最大的地震 老师 你就在网路上分享一些地震学 地震学最关键的思索是什么 免得我们整个网路的报导 整个新闻的报导都落在表面的泡沫 所以我要分享近代地震学的研究与发展 我上一次已经讲了一个地震学之父 我要再讲第二个 他称之为土壤利学之父 一个基督徒他在奥地利思考的这个问题 我先讲他的名字 免得我讲的不清楚的话 你上网还可以查 他的名字叫做德萨卡伊 德萨卡伊 我今天讲的东西都写成一本书 很早以前我就写成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是我对我的女儿讲的童话故事 这本书还是在小学二年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讲这么多 这本书还是个畅销书 OK 它是一本行政院新闻集所推荐的优良读物 它是一本当年好书大家读的年度好书 台北市教育局深耕阅读的推荐 我今天不是在卖我的书 对不起 我今天不是在卖我的书 我只是说 我的女儿在小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当爸爸的 就跟他讲了很多地震学的花展 我不知道还好他后来没有去从事这个 他大概也忘了 OK 他的名字叫德萨卡尔 KARL 然后后面有个VON 我们知道这个德文 中间有个VON的 德萨卡尔 T-E-R-Z-A-G-H-I 生于1883年 过世于1963年 还是蛮近代的 那我们大学生里面 只要你对地震有研究了 德萨卡尔一定要谈 因为我们在中国地盆 地层下陷 我们今天很多名词都是他那时候提出来的 OK 那德萨卡尔 还是蛮近代的 他是一个奥地利的地质学家 OK 他开始研究 那我们的土壤摩擦力 矿物的摩擦力 对于建筑物的地基要怎么样的承受 我们非常有名的地层下陷 非常有名的地层滑动 非常有名的土石流 坡地土石流 都是他先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后来尊重他 称他为土壤力学之父 这课哪里可以学到 那你上网自己查一下 台湾大学这种课就有开 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就修过这门课 都读不懂 他说土壤力学都读不懂 因为水都搞不清楚了 土壤力学有水又有土壤 有固体有液体还有气体 里面又有空气 所以我自己是个台大教授 我毕竟真的深深的觉得自己真的很不懂 我在发现近代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灾难片 什么彗星撞地球 不然就是地球撞彗星 不然就是太空 突然间地球的熔岩不转动 有一大堆的灾难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看灾难片 很多电影 很多人看的都是灾难片 灾难片有几个特点 男主角跟女主角 从头就开始逃 因为逃灾难 最后灾难可能也没有过 或者怎么编 很多人在看灾难片 还有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近代的科幻电影里面 也大部分都是跟灾难有关 奇怪 科幻电影怎么老是喜欢 拍什么外星人前来 什么异形 不然就是有很多 不然就是气候有很多的改变 外星球拍了很多战舰来 之类的 都是跟灾难有关系 我就不太 为什么没有这种很温馨的科幻电影 有但是不多 近代的电影都告诉我们 上帝的散判快到了 你不用看圣星就可以知道 你看电影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自己也看过一些科幻小说 我昨天 我昨天就到一个书店去看科幻小说 为什么呢 这个书店我不讲它的名字 以前我跟我的太太很喜欢去书店 买些旧书 太太走了以后我都没有去过 所以我昨天下午 多喝了几杯咖啡 这个胆量就大起来 老师咖啡跟胆量有关系 不管 反正对我有关系 我就去那个书店 我在那边一阵子 东看看西看看 我现在旧书也蛮贵的 我后来就走了 我后来就走了 那走了之后 我其实 那我这边看什么 我等一下来看一些比较早期的回忆 那其实这个在现实世界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有灾难就很多人围观 我觉得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 喜欢看那个什么车子被撞了 然后救难队把死人抬出来 每人都喜欢看 特别吃饭的时候看起来更舒服 我不知道现在人的心里怎么样 有病 真的有病 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那种血肉模糊的灾难片 那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 我们 台湾大学有个路叫方南路 那方南路有一家牛肉面店 超级好吃的 那又很便宜 而且还有个特别 就是那个老板常常算错钱 老板很会煮牛肉面 那钱常常算错 有时候我还跟他讲 你少算了 那我还讲 有一次我跟我 因为我他很喜欢吃那一家 所以我就赶赶陪他去 方南路没有什么车子 所以很多计程车就停那边 那有一次 我这个 因为我平常很少看电视 那是因为牛肉面店 所以就有个电视机 那我前面有六个 六个计程车司机 那你怎么知道 要穿计程车司机的制服 六个人在那边吃 那我坐在后面 挡一下 就前面电视机 然后后面是六个计程车司机 后面是我跟我太太在 那我实在看不下 你知道吗 我那个真的是 哇 现在很喜欢看那种撞车的 哇 那个啪 然后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说前面的六个计程车司机 没有一个人在看 没有一个人在看这个电视节目 那我就过去了 我说哎 问一下 这个跟你们有关系 那你不看这些出车后 那以后你们开车 你们要特别小心 他们给我讲个答案 哇 我现在都真的很感动 他说先生 我们之所以没有看的 意思是我们每天都在看 我们每天都在看 吃饭就好好休息了 干嘛干这个 OK 谢谢他 OK 那我现在吃饭只要看到 哪里在报什么 什么车子又被撞了 人从山上掉下去了 OK 好 我就换个镜头 换个镜头 那么其实 人类一直很喜欢把灾难的现场 当成是一个休闲 这很奇怪 人类很喜欢去一些灾难的现场 当成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这个也很奇怪 OK 到底人在看什么 到底人是在看什么 人到野外去到底是在看什么 OK 那我今天来讲说 人到野外去应该认真的看什么 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德萨卡伊 德萨卡伊 他其实 常常他在奥地利 在阿尔比斯山的旁边 那边有那边的问题 当时有发生整个山坡的土石流 他开始想山坡为什么会有土石流 哇这个土石流什么地层下陷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边坡的滑动啊 啊 他由这个这里啊 这种现象 因为山坡会有土石流 因为地层会有 会有下陷 他开始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种环境之下 那我们房子要怎么盖 才能够盖得比较稳一点 房子的地基从这时候开始 我们地基要盖 那我们是说以前房子就乱盖 但是以后要盖大楼 盖一个坚固的房子 你的根基必须在盘石上 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房子的广告 那为什么很多 因为它暴利 什么行业是暴利 那你就是看电视就知道了 最多广告的就是暴利 大概几个 一个是卖药的 卖药的广告一大堆 第二个就是卖房子的 第三个就是卖车子 这都是暴利 都是暴利 最近还有一个就是电玩的广告 看的很恶心 对不起 我年纪比较大 看的比较恶心 所以当时他就想到一个 既然有地层下陷 既然有山坡不稳定 既然地震会有摇晃 那我们的房子的地基要怎么盖 才能够给人带来安全 那我们今天只要谈到地基稳定 一定会讲到这个人 德萨卡伊 德萨卡伊 德萨卡伊是地震学 地基稳定 建筑学 OK 我们称为土壤力学之父 OK 德萨卡伊他很有意思 他大学其实不是念这个 他是念机界的 OK 然后呢他后来在这个 他的国家起到博士学位了 OK 那后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呢 他加入奥地利的军队 那奥地利军队的话 他担任什么 他都拿到博士学位了 担任那个 汽车的修理 那个机车修理员 因为他协机界 就被军队里面派弃做机界的修理员 那他就做了 反正就做了 那是1911年的事情 那 1916年 他就到土壤起的伊斯坦堡 担任皇家工学院的教授 OK 那 当时他在伊斯坦堡 他在当教授的时候呢 他对伊斯坦堡的古建筑 产生兴趣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古建筑 有的始终不倒 有的会半倒 有的已经倒 那就是想说 为什么有的房子经过 这个经过百年 经过千年 有的会前倒 有的半倒 有的会 一直都不倒 其实房子没有什么叫半倒 倒就到 那你说 他不是有半倒 你敢住半倒的房子吗 真的 你的房子如果有寝血 你到你的房子去 你头都会昏 你知道吗 因为你整个xyz 通通被扭曲了 OK 那他就在研究的时候 他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地基 地基 这个时候他提出来了 那我说 这个现在不是很平常吗 那我们的平常 就是来自人家的研究了 OK 他就 他在 我读过他的传记 他说 我每天 下课以后 我就去挖石头 去找地基 他说 我满脸都是泥土 我是一个不断挖土的 的一个教授 因为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有的房子会前倒 有的房子就是不倒 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就是跟那个地基的岩石 地基的土壤的摩擦力是有关系的 OK 他说如果我们的岩石的摩擦力 跟地基有越大的摩擦力 有越大的护重 这两个东西 OK 重量的乘户跟摩擦力 王子就不倒 王子就不会倒 OK 王子就不会倒 然后 我读过他的传记 他就说 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上帝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有系统的 有长期的去挖土 他说我的整个脸 我的衣服 常常都是灰尘 但是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 德萨卡伊他提出来 土壤的水是降低土壤颗粒摩擦力的原因 因此你要排水 这句话也很重要了 我们在美国做过工程 所有的工程的施工35% 做到排水 山坡要排水 土壤要排水 你如果没有排水 你的水分度有太多的话 摩擦力就减少 一减少的话 你就会容易滑动了 所以容易淹水的地方 地基就不稳 所以王子不要站在沙土上 王子不能够站在泥土上 王子不能够站在泥土上 王子不能够建在沼泽地 因为你都容易寝滑 所以你要把土壤的水你要排 然后呢 你的排的时候 你也排得很小心 你不能排太快 你如果排太快的话 土壤里面的小颗粒就会 就会 土壤里面的颗粒就会带走 一带走的话怎么样 就下线 我们很多的都市产生天坑 突然间车子就冻起 卡车就冻起 人就冻起 非常简单 他也知道排水 但是他排太快 排太快的话 把地基里面的颗粒全部排走 那你到底是排水还是排颗粒 我们只有排水 我们没有排颗粒 颗粒是带来摩擦力 我今天没有讲 某一个城市 你如果认为我在讲高雄 可能也是对 讲台南可能也是对 那家伙讲台北可能也都是对 你需要排水 你需要排水 但是你不是要排到大到一个地步 把你的颗粒给 把你土壤的颗粒都给排走了 1925年 他写了一本书 了不起 土壤力学 全世界的第一本土壤力学的书 德萨卡尔称之为土壤力学之父 当时的土耳洗的政府认为 德萨卡尔提出来地面下线说 他说地面会下线的 哇他说这个人是谣言 这个教授散布谣言 散布谣言你知道吗 OK 哇他说你如果在土耳其教授 请你这个话不要讲好不好 土耳其怎么可能会地层下线呢 所以我们这个可爱的教授 就离开土耳其 他回去奥地利当教授了 那1938年 希特勒又入侵了奥地利 当时纳粹党绝对需要他 哇纳粹党到处在找德萨卡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懂地基 所以当时最好的德国的堡壘 必须找德萨卡尔 那德萨卡尔 当大家都需要他的时候 他真的很可怜你知道吗 他本来在土耳其当老师 讲地层下线就被赶走 后来回到自己的国家 德国纳粹突然找他 因为只有他能够做出最安全的堡壘 因为他懂地基 但是德萨卡尔 他偷渡离开 他偷渡离开 他逃到美国 那美国刚好有一个大学 叫做哈佛大学 他就在哈佛大学当教授 他说我一生最重要的努力 是希望能够给皇子站得最稳 全世界最大的水库是在1949年 在尼罗河的上游 我们叫阿斯万 阿斯万 阿斯万大水库 全世界最大的水库 在尼罗河 当时的主要的设计者 就是德萨卡尔 他现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各种的 巨大的土石流的灾难 哇很多车子被岩石打到 然后呢有人开车到一个地方 突然间整个马路都停掉 为什么 因为前面都是土石流 OK 那德萨卡尔 他说我的理论不能够完全的 解释的这些部分 但是我希望给人看来一个 当我们在看灾难的时候 一个正确的视角 正确的视窗 就是我们所有的灾难 都是有机可循的 好好认真的去做研究吧 认真的去了解 我最后用他的晚年讲的一句话来做 这一次分享的结束 他说 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 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 让我不断的去挖土 使我的脸充满了沙子泥土 但是我认为 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我的研究 我的发现 将是以后的建筑 占得更稳 这位奥地利的地质学家 奥地利的工程师 后来称之为土壤力学 土壤力学之后 到现在大学里面 好几个科系 都有讲土壤力学 每一次大地震发生 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随先去都是这些土壤力学的专家 我自己也参临这些工作 我更觉得说 你说他是土壤下线 这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话 这是一个现实 因为时间会来考验 我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 祂自己这样讲 祂深深的讲 地基必基建立在磐石上 那我们更深的讲 主耶稣早就讲过 风吹已打才不下来 我们今天老是在看说 外面的建筑有多高 外面的建筑有多漂亮 外面的建设场面有多大 外面前来的利润有多少 外面来参加的人有多少 但是有谁来看那个地基呢 轰轰烈烈的很多的活动 轰轰烈烈的很多的聚集 但是有谁去看 那看不见的深处 到底有没有把根基 立在那个不稳定的磐石上 谢谢主 谢谢主 总看有一些人能够了解一些 比较深入的东西 而不是看那个场面 哇 看那个人多 像菜市场一样 轰 今天菜市场一样 轰 多出去 那些热闹的 都很容易的被时间的 潮流给淘汰 这边有一个奥地利的科学家 他在讲 你的根基在哪里 根基在哪里 我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修过他的课 哇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但是我因为 为这位奥地利的科学家 献上感谢 但是我们回来面对 什么叫做灾难 我们可以从灾难的里面 学到很多非常重要的功课 而给被人带来祝福 我谢谢主 我为此现场感恩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你便宜得 你自己受不了 我送我 你自己立即华 你不过 你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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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